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1月10日 维拉利尔对马德里体育会 上轮联赛力克华力简奴 马体会终于止住履小 要知道球队之前四轮联赛均嬷 当中更包括和黄马的同城打比战 而他们目前有32分 领投羊的差距已多达14分 还要少踢一场 为免之路可谓相当艰辛 摩兰奴起获里程碑 借拉特摩兰奴之前连续四轮都入到波 总共攻入7个波 同时他为维拉利尔在各项赛 示众出场200次 攻入91个波 并且贡献31次助攻 力压一众转棋射手 独占队史入球榜第一位 马体会众神归为 祖奥菲力斯、佐治高基 同克达区里拉已经重新冠病毒中康复 并且可以回去训练 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得到西甲联盟的许可回归 这样的情况 马体会之前感染新冠的人员全部康复 不过他们的战斗力就有待观察 我们预测战果是 维拉利尔1比0赢马德里体育会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